各位筆會的朋友們,大家好!我熱烈祝賀五四百年文化研討會獨立中文筆會2019年香港年會順利召開 玉竹大會愉快、成功、圓滿、豐收 五四運動教製作幾條線索、民主與科學、新文化運動、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、共產主義 這些線索以引領或參加五四運動的代表性人物的理念和背景可見 它們中包括梁啟超、蔡元培、胡適、傅思年、唐少儀、陳獨秀、張國濤、瞿秋白、周恩來等 五四運動沒有遭受鎮壓,請願者沒有流血和死傷,並取得相當成果 是在共和憲政和民主的條件下,那時候總統與國會均來自於選舉 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信息通達、政治主張多元化 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,奧利於亞洲和世界 我原本無意觸及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話題,但紀念五四卻似乎無法迴避這一話題 事實上,五四運動從一個側面總結出啟發後人的歷史邏輯 專制制度下,統治者可以賣國,民主制度下,統治者無法賣國 原因,專制制度下,人民無權也無能力愛國,民主制度下,人民有權也有能力愛國 五四運動的導火所是山東問題,一戰後的巴黎和會決議,要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儘管中華民國代表並未在那份凡爾賽合約上簽字,但消息傳到中國民間,卻點燃了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火焰 中國民間認為,中國政府外交失敗,於是掀起大規模請願和抗議 曾與日本簽約接受日本對華貸款的交通總長曹汝林,司法總長張忠祥駐日公使,陸忠宇,成為縱使之地 五四當天,北京三千多學生請願火燒趙家樓,及曹汝林住處,痛打張忠祥 五四學生的愛國口號是《外征國權,內出國賊》 時間跨越大半個世紀,到了1989年,中國學生發起大規模遊行和請願,呼籲當局改革政治,實現民主,杜絕腐敗,還政於民 八九民運從參加人數、經歷時間到覆蓋全國的範圍,都遠遠超出比它早70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然而,八九民運卻遭到血腥鎮壓,死傷正疾 慘劇之所以發生,就在於八九民運發生在獨裁、腐敗和黑暗的一黨專政之下 參加八九民運的學生和市民,他們的愛國口號是:"要民主,反腐敗",然而被剝奪了基本權力的國人,也被剝奪了愛國的權力 從五四到六四,民間在前行,統治者在倒退,世界文明飛速進步,中國統治者名玩不化 貪心、既得利益、極端的自私自利、無邊的內心黑暗和權利欲,是中國統治者的通病、無可救藥的絕症 民主與科學,即德先生和曬先生,是五四運動的呼喚之一 然而,五四運動的遺產,不幸地被隨後崛起的共產黨人扭屈為共產革命、暴力革命 那些聽命於紅色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,不僅沒有發展民主與科學,最終還埋葬了民主 玷污了科學,建立起空前殘暴的一黨專政,把推翻了數千年帝制的中國,重新又拉回到專制復辟的黑暗年代 五四運動已經一百年,中共統治已經七十年,八九民運已經三十年,專制中國依然顧我 究竟是時代的沉淪,還是民族的宿命、疑惑、舊勢力的巨大慣性 需要我們這些思想者深思、深究、深行 當然,拯救苦難中國更需要我們起而見行、重新出發、啟蒙、探索、奮進 當然不讓,亦不容辭 陳破空,2019年4月與美國紐約 陳破空間 總結但,天啊 在天啊,中心 可,有助理 等級的 否則有 陳述